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或者你是谁 你都永远是我的王妃 你看着我干嘛呀 这个傻修子 我本来想好好感谢他一下的 他去金山采药去了 你早就知道 你脸上有秃疼 其实上次你从冰潭回来 我就想告诉你来着 还有啊 你说冰潭里那些尸首脸上的秃疼 跟我的一样 他们应该也是孤岛人 好像他们脸上的印记 还是跟你不一样 颜色不同 我的是黑的 他们的是红的 但是会有什么区别呢 我希望你能明白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或者你是谁 你 你她永远是我的王妃 诸位 本王本与南宫千千公主定下婚约 可这几日相处下来 却发现性情不和 因此 本王决定退婚 不过 诸位请放心 只是西陵与铁岩解除婚约 并不伤两国和弃 听歌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何不跟本王商量 西陵太子 小女犯了何错 为何要被当众退婚 是如此七尺大辱 父王 此事事发突然 非儿臣人力所及 还望父王成全 你呀 影子 铁岩王上 有没有看到楚飞燕 此事我不便当众解释 没发现 你若想了解详情 回去问问千千公主便可 好好 好 这 翔王殿下敢作敢当 子情佩服 令姐呢 回南赵去了 这样啊 本来还想续个旧的 别着急呀 你不是回南赵了吗 事情没办完 我怎么会回去呢 我有证据证明 天鹊四王妃韩子晴 就是孤岛人 你敢不敢自证身份 你敢不敢自证身份 如果有什么证据 直接拿出来 别废话 证据自然是在你身上呀 让我们检查你的脸 再当众喝下一碗毒药 便会真相大白 我算是听明白了 你是想借机毁了我的容 再用毒药毒死 你当我傻呀 毕竟整个龙渊大陆都知道 你惦记我们家四王子很久了 我要是这么做的话 不是便宜你了吗 少在这东扯西扯 如果我说楚飞燕你是孤岛人 你怎么证明你自己啊 韩子晴 你以为这样就能开脱吗 不然我也赐你一碗毒酒 试试看